谈判失败 一场武力驱逐在纪录变区上演 面对穷凶极恶的地方恶势力 肖华如何予以为继 日军在灯明寺安插句点 娃娃司令肖华如何拔掉这根心脏上的钉子 三打灯明寺 他又如何设下连环巧技 重创日军 娃娃司令肖华挺进纪录边 正在突出 1937年 日军发动了全面清华战争 在中国境内犯下了滔天罪行 所到之处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进行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大敌当前 全民族理应同仇敌害 即是安邦之计 1938年10月 在季度边区 一场同事操歌的阴谋却展开了 这个阴谋就是 由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宏烈和河北省主席陆中林 联手实行的纪录联防计划 目的就是将八路军驱逐出纪录边区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后 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 改以政治右翔为主 集中力量对付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 山东根据地处于日军 伪军 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之中 斗争形势恶化 为了坚持和发展山东的抗战 八路军总部命令 115师343旅政委萧华 带领八路军 东进抗日挺军纵队 进入山东 萧华带领部队 进入纪录边区的中兴山东烙陵后 立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 一场纪录联防也就此展开 1938年9月底 萧华率领八路军 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进入烙陵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弘烈 开始了纪录联防的第一步 他指示 烙陵县县县长穆怡之 以统一军令为由 处处限制八路军的活动 在军饷物资上不予提供 设法挤走萧华 而穆一支 深怀抗日救国的大志 最终选择和共产党合作 沈宏烈与萧华 进行了两次交锋 沈宏烈 以萧华燃指烙灵政务为由 要求八路军撤出山东 萧华则陈述大敌当前 国共两党应该共同抗日 两次谈判 沈宏烈均以李屈慈穹 败下阵来 沈宏烈的计谋失败后 河北省主席陆忠林坐不住了 他披挂上阵 发誓无论用什么手段 也要把瓦马司令萧华 彻底赶出纪鲁平原 1938年11月 在纪鲁边延山四区大兆村 发生了一件 骇人听闻群情激愤的事件 在反动民团孙仲文部的债门前 一个头颅高高悬挂 被残忍砍下头颅的 是萧华指派 住房在延山一带的 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杨靖远 这场惨案的幕后主使 就是河北省主席陆忠林 山东省主席沈宏烈的阴谋失败后 陆忠林决定动用武力 驱逐萧华以及八路军部队 根据蒋介石 限制一党活动之办法的密令 陆忠林亲自召见了 阎山一带的反动民团头子孙仲文 为人他为国民政府军第53游击支队司令 并为孙仲文拨钱配枪 成立了专门对付挺进纵队的官团大队 1938年10月孙仲文派手下包围了阎山五区抗日政府 将机枪架到了抗日政府门口 并声称一切都要听从孙司令的指挥 同时在周围一带挖钩垒墙 扣押挺进纵队过往的战士 活埋抗日干部 萧华认为绝不能妥协 命令杨靖远率领部队包围大兆村孙仲文的老巢 不料孙仲文早有埋伏 杨靖远当场重担 得意忘形的孙仲文将杨靖远残忍杀害 并将头颅割下悬挂在寨门上 向八路军示威 不幸消息传来 萧华悲痛不已 并决心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 1938年11月14日 萧华派部队大举进攻大兆村 将孙仲文反东民团一举拿下 并建立了第四区抗日民主政府 把他们打了个惨败 这样的话就是武装上 我们也取得了胜利 就是一文一武 谈判桌上跟他斗争 另外就用实力来解决 就用武力把他们最嫡系的部队给打败 这样他整个阴谋就破产了 孙仲文部被消灭后 其他反动兵团对八路军望而生畏 为了打击陆中林的企业 八路军又向北推进 建立了抗日政府 整个纪录联防的阴谋 也就随之破产 萧华率领部队来到烙林后 除了破除纪录联防的阴谋 同国民党顽过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 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同日军展开战斗 团结群众抗战 在群众中秘密发展共产党员 并在纪录边成立了多个抗日团体 建立了抗日军政学校 每天早晨和下午都要进行军事训练 学员练射击 枪支不够 他们就以木枪来代替 吃窝窝头 咸菜 有时候也搞些文艺活动 在萧华的带领下 记录边区群众的抗日热情 也空前高涨起来 面对日军的扫荡 群众配合八路军展开了 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 当时的铁道游击队什么的 游击战争也是开展得非常好 八路军和游击队配合得都非常好 炸铁路 挖电线 破坏公路 游击队 八路军 老百姓 就齐心协力嘛 1939年1月 日军的扫荡愈加频繁 大肆修建据点 日军连队长腾景 带着两百多名日军 一百多名伪军和几十辆汽车 运载着各种公廊 前往东光县登明寺 修建一个规模较大的据点 萧华率领纵队进入纪录边后 在东光县创建了二区 三区 五区抗日政府 这三个区形成一个品字形 中间地带就是登明寺 日军在登明寺修建据点 相当于在根据地的心脏上 钉上一根钉子 萧华决定攻打登明寺 除掉这根钉子 然而 萧华要攻打登明寺的消息传出后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弘烈对此嗤之以鼻 八路军的部队怎么能敌得过装备精良的日军 想要啃下这块骨头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沈弘烈又盼着萧华攻打登明寺 无论谁败谁伤 他都能坐收渔翁之力 1939年1月的一天夜里 在金浦铁路线上突然出现了一小队人马 这些人迅速拆除铁轨 他们似乎并不怕别人发现 故意制造出更大的声响 一口气扒掉铁轨十多公里 驻扎在登明寺的日军联队长腾景 接到这个情报后火锚三丈 金浦铁路是日军依靠的交通大动脉 他只留下一个小分队看守 其余全部调去恢复铁路 看到腾景带部队光芒离开后 小华立即派人攻打登明寺 即用了十分钟就把一小队日军全迁 缴获了枪支弹药 拔除了登明寺据点 这次胜利让百姓看到 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也极大鼓舞了百姓的抗日热情 然而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几天之后腾景带着军队卷土重来 鬼子放火烧村吸引萧华带领部队救援 他们是否会陷入日军设下的拳套 我父亲听到这个情况以后 就决定就用那个唯唯救赵的这种战略 在众人反对的情况下 他为何冒着危险救援与之对立的国民党部队 我父亲就很快就开部队 把他解救出来 娃娃司令萧华挺进记录边 稍后播出 铁路被扒 据点被端 整整一个小队的皇军被打死 日军连队长腾景怒火中烧 他发誓一定要报仇 不甘心就此放弃登明寺 几天之后 他亲自率领四个中队 三百多名日军套了十几辆大车 带着枪支弹药和建筑材料 再次来到登明寺 这次腾景的胃口变大了 他不但要重建据点 还要大鱼吃小鱼 吞掉周围的抗日民团 壮大伪军力量 在前往登明寺的途中 他命令一个中队带着物资前往登明寺 轻率三个中队包围抗日民兵 这天肖华突然接到抗日民群张国基部的集电 彭景带领部队猛攻张部 急需抗日挺进纵队的救援 日本人把他们包围了 我父亲听到这个情况以后 就决定就用唯卫救赵的这种战略 就是我们不直接去派兵 去打包围张国基的日本部队 我们去打登明寺 小华和五支队队长曾国华上议 决定用两个连的力量攻打登明寺 吸引腾景回援 并将主力部队埋伏在登明寺村外 等腾景回到登明寺进入包围圈后 然后集中火力攻打 最后小华率领部队急往登明寺 登明寺内的日军睡意震撼 一营两个连立即发动火力攻击 其余部队埋伏在村南打伏击 登明寺内的日军被突然的攻击惊醒 毫无准备的他们乱作一团 把他那没修好的炮楼全部给炸毁 然后把枪支弹药全部给运走 再把他们的那些什么木料啊 服装啊堆了一块用火 就把他全烧了 正在攻打抗日民军张国基部的腾景 听到登明寺的枪声 又看到冲天大火 急忙撤出战斗 回元登明寺 张国基的民军得救 腾景在回元中又进了埋伏圈 几枪步枪一击开火 手榴弹猛烈爆炸 腾景不知挺进纵队虚实 被打得昏头转向不知所措 等到天亮后 小华早已带领部队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次毕伤日军一百多人 登明寺据点被毁 腾景只得撤回东光县城 两次攻打登明寺 小华采用妙计将装备精良的日军 打得胆战心惊 然而两天后 出人意料的是 腾景又带着三百多名日军 两百多名伪军重回登明寺 腾景决心一定在登明寺修建据点 肖华也决心一定要将他们赶出登明寺 这次来到登明寺后 腾景接受了前两次的教训 专心修炮楼 不离登明寺半步 这次我父亲用的办法 就是发动游击队 就每天就给他袭击他 给他捣乱 一会儿放枪 一会儿放炮 就弄得他几天几夜 也吃不好也睡不好 老是提心吊胆 就一直到他感觉疲劳了 非常疲累的时候 我父亲就命了部队 就对他们发起攻击 首先把他炮楼给他炸了 然后把那个 他带着手下的三百个伪军 把他们分别消灭 反正死了死伤了 让他剩下的全部投降 然后剩下的那个日本兵 也就也有几百个人吧 就也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打击 然后我父亲说不要恋战 咱们目标目的已经达到了 咱们就现在可以往回撤 肖华在撤离途中 突然看到灯明寺方向燃起大火 肖华一看坏了 这是日军惯用的伎俩 放火烧村 那滕景就是这个打算 你一看烧了百姓 你不得回来啊 回来我就给你们一个反击 我父亲就派了一支部队 说你们赶快去救火 去救火 然后滕景觉得时机来了 他就把那个救火的八路军 给包围起来了 令滕景措手不及的是 在攻击救火八路军之时 突然从背后窜出来一支部队 火力异常猛烈 滕景部队毫无准备 腹背受敌 没想到呢 我父亲带着另一波 就从背后杀过来了 这样就两面夹击 就把这个滕景部队几乎全尖 这支出现在日军背后的突袭部队 正是肖华带领的突击队 原来肖华早就识破了日军的阴谋 部队回撤之时 就做好了两面夹击的准备 滕景最后就是带着那么几个人逃跑了 这就是三打登明寺 当时这个消灭了敌尾军 快近一千人了差不多 是一个非常大的胜利 腾景无奈带着残兵逃回东光县城 从此再也不敢回来 并把登明寺称为登明寺 三打登明寺是肖华在纪鲁边区 打击日军众多战斗中的一个 在同日卫军的作战中 肖华支队因勇敢机智 频频获胜 就在纪鲁边有很多我父亲的传说 就是肖华的 他们就叫他肖华支队 对就是神兵天将 他一到的时候 鬼子吓得屁滚尿流 就是他的战役非常多 打了很多胜仗 对当地老百姓鼓舞非常大 肖华在纪鲁边区展开党的教育 发动群众同日军展开游击战争 不但在纪鲁边区站稳了脚跟 还开创了可喜的局面 党员是200人到25000人 部队是发展到15000人 然后地方是19个县 三万多平方公里 600万人口 就一年的时间里 就发展壮大到这种情况 除了发动群众抗日外 肖华还开展了一项 至关重要的工作 统战工作 争取国民党的部队 共同抗日 这为解放战争时期 第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策反起义 埋下了伏笔 1939年7月 肖华接到国民党军队 高树勋部的球员集电 为了抗日大局着想 肖华决定前去增援 肖华的这一决定 立即遭到参谋长邓克明等人的反对 原来高树勋是国民党军 十有三的十军团 暂编第一军军长 1938年12月被派驻守宁钦 高树勋部来到宁钦后 暗兵不动 1939年7月11日 日军突然包围了高树勋部 高树勋向国民党军求援 多个部队为了保存实力 袖手旁观 省主席沈弘烈也以兽族为由 步与增援 无奈之下 他们给肖华发来了几电 肖华认为大敌当前 一切军以民族大义为重 最后说服了参谋长邓克明等人 率领大部队立刻赶去增援 我父亲就很快就派部队 把他解救出来 是这么的情况 这样高树勋他就一方面很感激 另外也看到了真正抗日的 是巴鲁军 所以他一到解放战争的时候 他就是国民党第一个 起义的国民党部队 高级军官里 高树勋是第一个起义 其实也是我父亲 就是对他的长期的做工作 另外在他困难的时候 事与援救 解放战争爆发后 高树勋率部首先起义 加入了共产党 肖华在记录边区 邻国运用党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实行稳准狠的斗争方法 尽最大限度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坚势力 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 开辟了记录边抗日根据地 为记录两省的抗日斗争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9年9月 肖华接到巴鲁军总部的调令 转战鲁西 从此离开了 他为之战斗一年之久的 记录边根据地 1939年11月 肖华出任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员 1943年3月 中央批准成立新的山东军区 肖华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协助罗戎环指挥山东军民 粉碎了日寇的频繁扫大 抗战胜利后 肖华奉命进军辽东 任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他指挥部队长途奔袭 歼命日委残余两万余人 和难以计数的小谷土匪 1946年11月后 肖华出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部队 最早的领导人之一 1955年 肖华被授予上将军衔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山东往事 下期节目再见